以前那些碗仔翅是不會結塔塔一塊塊 現在出去吃 你簡直看到它是一塊粉 以前那些都誤會 不知為何現在人們會下這麼多粉 發覺從中環走到西營盤 都看不到有舊香港的食物 碗仔翅、腸粉、燒賣、魚蛋 以前那個味道你找不到 所以自己便開 我是打雜 買粽也是我 洗碗也是我 應該是沒有招呼的 但招呼也是我 煮也是我 這叫做一條龍服務 但只有一條油 以前我住由唐高超道村 放學附近一定有推車 但是魚蛋 不是現在那些會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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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變大很大顆的 以前那些魚蛋是這麼小顆 現在我用的就是沉氣魚蛋 我做碗仔翅跟它們不同的 我是加了魚唇和瑤柱 因為魚唇都是那類東西 像是花膠、魚唇 魚唇都是出那個味 而且它跟花膠一樣 你越高越阻 它會一直溶出來 我不用加很多芡 然後我就可以有那個質感 即是那個膠 是很天然的膠 不是那個生粉膠 是滑一點的 燒賣外面那些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 我不知道是甚麼肉 我簡直不知道那樣是肉 裡面那團東西 我覺得是粉糰糯米糍 那些東西包含燒賣皮 我不知道自己在吃魚 還是豬還是雞 所以我要自己做 而且我自己是下去新鮮豬肉 當買豬肉 即是攪水豬肉 還有魚肉混的 但是你外面的可能會是 一些是急凍的 就不得鮮味 開店的原因就是 我有個享受 我不需要你別人感受 我不用在一些人的滯爪之下 去工作 那豬頭婆說甚麼就甚麼 這裡你作事還是我作事 我何時開始喜歡煮食 其實不是的 小時候你不懂煮是沒得吃的 媽媽以前都是開快餐點 我那時也叫小 那時喜歡做酒吧 媽媽又不太喜歡我做酒吧 叫我進去廚房幫忙 我炒了那幾年 所以就炒多一手空風格 我炒麵飯 已經是難拿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魚蛋是很簡單的 之前我做DJ的 即是打碟那些 我師傅這樣教我打碟 然後我經常問他 他說YouTube it Google it 你就會找到你的答案了 然後我真的在YouTube和Google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這堆東西 我全部都是在YouTube上學回來的 你說賺不賺到錢 現在還未是時候說 是嗎 我買這個魚蛋 夠錢交租 我都已經很開心了 也不要說賺不賺錢 發達就搖搖可怨 即是看不到發達的事在哪裡 但我想我能賺到的是 這份舊香港情懷 歐先生 姿姿呀 我沒有啊 我見你那麼久不下來 我只顧著你 我打個電話給你看看你 你什麼事而已 很開心 很開心的 有這個街坊這份情 香港地很少 你看到街坊回來 或者去山長水又遠 特意乘車來找你 慕名而來 看看你的舊裝修設計 玩一天 但是他吃完的東西 你覺得是值得的 我會是覺得很滿足 去山田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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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太